今天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分整处》第十二集 在上一集的剧情当中,Toy混到了过去 但其他有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在五天之内让Sin爱上他 Toy接受了,可正当他找到方法的时候 第二却来到了Sin的身边 Sin似乎对这里有印象,可第二也承认 确实不是自己带他来这儿的 Sin此刻也不多想,打算带第二去吃晚餐 Toy则在下面默默地看着二人 夜晚,Toy独自一人躺在床上 毕竟当时和兴趣的人是自己 为什么现在会有第二的出现呢 此刻吉他突然现身,他一直在Toy身边 只不过Toy有时候能看到他,有时候看不到而已 吉他告诉他,Sin现在的发展 完全是自己感受和记忆行走的 与其一户二人为何在那儿,不如思考下 Sin为什么会想起去那个地方 Toy一顿时感觉自己似乎还有喜欢 不过新的一户出现了 万一在五天之内,自己不能让Sin爱上自己呢 难道Sin要和第二在一起吗 吉他没有回答他,让他自己想 夜晚,Toy翻看和Sin的共同好友 终于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Fan 毕竟第一次Toy和自己搭讪 也是找的Fan做掩护 于是在套单排下 第二天,Sin带着Sin以及Fan来到餐厅 二人十分识时务,将未只交给他们两人后 找借口先离开 此刻的Sin对Toy十分没有好感 尽管Toy一再解释 二人是以前最好的玩伴 可对于莫名其妙出现的Toy Sin还是十分警惕 没办法,Toy打算拿出笔记本 试图唤醒Sin的记忆 可笔记本到了Sin的手中 却变成了一片空白 看样子只有在Toy的手中 才能看到字体 最后Sin愤然离开 Toy一个人伤心地坐在这儿 不知道如何是好 此刻放走来 Toy让他帮忙的借口 是自己想追Toy 于是放力所当然的 将这归结为失恋的状态 还安慰他 Sin的脾气不好 但你们二人毕竟从小相识 这句话让Toy突然想到新的办法 那就是自己的父母 这边莫来到医院 此刻院长也在 莫这次的目的是举报他的 经过安妮医生的治疗 自己母亲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在转到其他医院后 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 给自己妈妈好好治疗 夜晚安妮医生和Doy焦头烂额 此刻他找到自己的上级 可对方明确表示 安妮现在不过资格加入他们 自己也无能为力 不过如果他能按时交货的话 自己倒是可以帮忙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此刻Doy也十分担心 害怕他们被抓 可现在他们没有退路 安妮医生决定 让Doy去解决掉 所有的证据和目击者 以及当事人 Doy虽然不敢 但在安妮医生的心灵鸡汤攻击下 还是答应了 另一边 Sin接到妈妈的电话 原来Tong拜托自己的妈妈 通过双方父母的关系 让Sin给自己补课 Sin不想答应 但妈妈的话 他不能不听 等来到了Toy家中的时候 Toy的父母不断地夸赞他 等到Toy出现的时候 Sin十分地不耐烦 打算现在就开始补习 可Toy的父母明显不知道Toy的用意 竟然帮着他打掩护 不断地劝述他 休息一会儿进行 夜晚如果太晚的话 还可以和Toy睡到一张床上 Toy的眼神流露出光芒 Sin的眼神则是惊讶无比 可对方的热情 还是让他没办法拒绝 夜晚不可如期进行 可看着身边的Sin Toy丝毫学习不进去 只是不断地靠近他 打算和他亲密接触 这下的Sin连忙躲到卫生间 眼看着计划A不成功 Toy决定执行计划B 那就是自己到游泳池假装溺水 事情前面如Toy所料 可当人工呼吸打算开始的时候 Toy嘴角的微笑暴露了他的目的 Sin嫌弃地将他推开 夜晚两人躺在一张床上 说起了Toy小时候溺水的事情 当时的过错还是因为Sin 抢玩具造成的 但现在他这么冷漠 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姐姐 当时肇事者好好的 但受害者的姐姐 却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所以自己不甘心 对于所谓的法律已经失望了 Toy不知道如何开导他 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深夜Toy静静地看着Sin 不断地靠近他的身边 打算强吻Sin 却无意中将Sin惊醒 只好假装自己在梦游 可夜深了 Sin却做了一个梦 梦中自己被子弹打死 直接将他惊醒 立刻那本笔记本 似乎在引导着他 Sin终于看到了上面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 当Toy苏醒的时候 此刻Sin早已来到医院 他不断地回忆着那些所谓的回忆 分不清到底是梦幻还是现实 此刻距离及他规定的时间 还剩下36个小时 正当Sin无精打采的时候 Sin急急忙忙地找到他 他们想让Sin帮忙 一起揭发你医生的阴谋 可Sin却被立得附体 让他们该干嘛干嘛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平与正义 这么做只是白费力气 这些话上Sin听完十分生气 于是想上前和他理论 难道因为Sin的姐姐一件事情 他就能否定全世界吗 Sin听到姐姐也十分生气 和Sin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二人差点动起手 幸亏Gab拦着 没让事情扩大化 Sin生气地离开 Sin还在和Gab争论 可Gab次克十分吃醋 他认为Sin只是因为Lit的事情 才那么关心 根本没有考虑Sin和自己的感受 说完也跑出去 办公室的这一幕 被安妮医生的摄像头 记录得已清二楚 Toy和安妮医生看完后 感觉他们也不是那么团结 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这边Toy来到医院 指责他一声不吭地离开 可Sin现在正在气头上 对着Toy一顿发火 表示他是跟踪狂 到底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好无法辩解 这边Gab在本子上 不断地写着Sin的坏话 没想到Sin就在他的身后 还听到了这些话 不过 Sin也不生气 毕竟是自己做错了 还准备了临时和Gab道歉 表示以后再也不会 还和Gab拉姑保证 Gab也和小孩子一样 很快哄好 趁机Sin说出掉班的事情 打算带Gab出去玩 可去哪里是一个问题 Gab直接表示 去自己家中吧 看着这么纯洁的笑容 Sin有些不知所措 这边 阿尼医生找到Sin 顺着他的想法 将醉酒开吃的人责骂一遍 随后还表示 自己快要让他在毕业之后 在家乡找好工作 说完还给Sin转过去一笔钱 目的就是让Sin保守秘密 Sin竟然接受了 这边 眼看时间快到了 Toy十分焦急 吉他只能最后提醒他 善于利用作为Bug的笔记 Toy看完 想到了找Lit帮忙 可Lit在听到后 却被神秘人带走了 Gab这边 买了一堆的善儿不疑的用品 打算回家 可峻去后 才发现Sin被人绑在椅子上 看样子 阿尼医生打算动手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关注哦